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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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法律规定我们没有权去指挥交通 他们就说这个老师不顾学生的交通安全 我想种种的言论跟心态处处显示 家长也好 校长也好 他们以雇主自居 对于教师合法合理的争取劳动权 这个就是没有雇道师道 用一个道德的帽子来压在老师身上 在南红 彰化 海南等等的县市 都有跟县市政府也好 或者学校也好 进行团体协约的协商 但是这些协商跟宜兰县一样都触交了 我完全的深刻的理会到教师在目前的工会的团结圈 或者协商全唱的现场真是充分不足的 好 方向他说现在因为 因为虽然说大家都认为说 威达大学工会好像是一个助理工会 但其实我们也有收过老师的 运勇老师的案子 对 那可是很大的问题都卡在说 现行的法规中 现行的工会法 我们教师甚至只能参加产业职业工会 无法参加企业工会 学校就是教师的指挥监督人 所以学校就是雇主 团结协商只是老师双方两兆的事情 本来依法就不需要加入其他的团体 甚至教育行政单位 上级的教育行政单位也不应该在上面介入 就是由学校来和工会协商 我觉得因为依照我们现在团结协议法第十条的规定 就是说我们公立学校 他的团结协议即便定定之后 他还要主管机关的通过 也就是要教育局的通过 那如果你是作为一个劳局局长 基本上他不是教育师的主管机关 可是他作为是母团的一份子 他有义务去协助这一份团体协约 是会被主管机关所接受的 否则你这个定定团体协约就没有意义的 那我们本身在当初所提出的想像当中 方函客文者自己提出的想像当中 就是所有的市署当中的机构未来都希望可以设立工会 同样如果设立工会没有团体协议员 那就不要再说了 所以说团体协议员这件事情 最后结局是应该要通过 我觉得应该要由老局作为 我想象当中他作为说全市工会的龙头 他去不许他 然后呢去跟教育局来协商 让这一项团体协议员会被教育局所接受 我们还是有限制他罢工权的规定 那也因为限制罢工权的部分 所以说我们在劳资正义的时候 其实是开放他就有调整事项可以做仲裁 那我觉得我们的所想象是 我们对于教师或是整个军工教而言的罢工权 其实做限制这件事情 做禁止这件事情 未来都应该要朝向从禁止走向限制 也就是说我们要给他一定可以罢工的权利 只是说这样一定罢工权利 可能例如老师上课一定有上课时间 还有照顾学生的时间 那你可能说给他限制是说 他哪个时候是可以罢工 哪时候是不能罢工 而不是全然的剥夺他可以罢工 然后争取自由的权利 同样的如果你禁止他 不愿意让他去罢工 不愿意让他用智力就这些方法去争取他的权利的时候 你就应该在里面体制内的管道给他更多可以就这些空间 而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我们老师正义的部分 只就调整事项 他目前依照罢工智力法第25条的规定 他可以进步仲裁这件事情 所以这不用再提 可是在权利私下而言 其实是有漏洞的 那这种恐怕就要推动修法来解决问题了 那在调整私下而言 我们其实我想全教主在协助几个教育的 基层工会当中的仲裁而言或是诉讼而言 基本上来讲都得到一个比较不利的成果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劳动局有义务在诉讼的辅助上面而言 要给各个其他局处所属的公配 要给他们更多的辅助的机会 否则基本上来讲 未来这个诉讼还会有可能继续输下去 那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的仲裁或是调解制度 基本上来讲 其实不一定是那么对劳工有利 这个都是以后如果可以当选劳务局长 我们对整体的这种仲裁以及最调整委员 这个部分的选任的部分 我们其实是选任跟培养 我们都是要多加注意的 教师的教育的职能跟劳动三权对立起来 这很明显是一个矮化劳动权的修法的产业 所以当时包括教师公会 都是不同一样的修法方向 但是我们知道很多运动 它不是一起攻一役 所以当时教师公会是先认可我们取得组织的权利 但事后的运动跟冲撞才是这个 目前大家对于问题怎么解决的一个共识 所以教师公会参与了所有的社会运动 包括政策的制定的建言跟体制外的运动 所以我想今天不管是不是劳动局局长的一个身份 我认为在现有的制度上面可以做几个努力 第一刚吴老师提到我关局处之间 刚刚提到宜蘭县教育局或者是南投县教育局 他们有劳动局 那为什么刚刚讲的这种做法 没有在政府体制里面获得优先跟许可 当然是劳动局自己没有进入教育局的职权里面 所以我还是要讲劳动局也好劳动局也好 在各个局处里面或许是相对的弱势 劳动部也一样 劳动部在修法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被这些金钱部门教育部门压着走 所以我想这个要翻转当然是很困难的 所以第一关 刚刚讲既有的传统协员的签署 最基本的劳动局要认定 学校就是雇主 如果这个身份不先给予确立 我们谈任何的对谈 谈任何的一种协议 都被其他的所谓的家长团体也好 社会其他的这种要求的不合理会议 就把劳动整个模糊掉了 所以我认为首先劳动局应该要确认的是 学校就是雇主 那这一段学校过程里面 不管是送教育部的审核或教育局的审核等等 我认为现在第一个 劳动局可以主动跟教育局进行各级这个校长 协商的一种教育型跟咨询型的会议 劳动局要什么 所谓团体协议的这个权限 并没有在自由的法定程序里面 反而是教育局 他应该要开放让劳动局的意见 作为他执行面的一个餐桌 甚至是要上升到如果有教育跟人权的委员会的话 这个我认为还是可以行政上努力的部分 但终极我认为如果我们事实都是靠行政跟立法 当然是来不及 因为问题都发生在法律的前面 所以他今天教师工会提出的三个问题里面 有一个跟劳动教育有关 那我认为劳动教育现在教师工会做的是教师本身的劳动意识 劳动局可以做什么 当然是往下扎根的部份 所以我们希望有班中小学或高校以上 要把劳动意识、劳动教育作为预修的课程 如果这个方向可以进行 那现在不管是家长班的意见 或者是一些比较保守的想法 还能够被慢慢的突破跟改进 我想限制教师报工权 还有一些公共行业的限制报工权 听起来好像是因为它涉及到的对象不同 因为把受教权、把教育权优先于劳动三权 是现在好像更多家长或社会的共识 那这个观念如果不变 我们今天在这边声称说 他的罢工权要完全的保障 然后修法要立即的通过 我相信第一个 当教师工会要进行罢工投票的时候 大概都被全台湾的这种劳手力量淹没 所以我想以罢工权的这种行使来讲 民间企业也看得很清楚 工人把罢工当作是他谈判的一个后盾 甚至是可以操作一种 像社会跟这个资方施压跟说明的一个手段 那就有多少企业的工人敢用罢工权 那当然最后就是保障的问题 所以如果要给教师罢工权 要把配套做好 如果一个老师或者是这么多的老师 因为罢工最后自己工作丢掉之外 还背负各种行则 所以我认为如果配套的部分已经有完善的措施 对于教师也好 其他的工人来讲 他的罢工才是有一定的社会作用 跟一定的行使这种压力的来源 不然的话我们空有罢工权 形式上是让这些站在第一线的运动跟组织者 这个冒得非常非常大的股权 这是我们乐见的 团结权、协商权跟争议权 这是普世的劳动基本人权 缺一不可 因为团结权是这劳动三权的根本 你没有让劳动者有团结的权利 而且是没有限制的团结 那他往后就很难去推动另外两个权利 所以团结权是三个权的最基本要素 但是劳工、报告老师、组织工会最重要的核心工作 是要进行团体协商 所以团体协商权才是整个劳动者团结的最根本目标 而争议权是团结权跟协商权的厚度 这三个权利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基于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的国际劳工公约 或者是已经国内法具有效力的两人权公约 都可以对这些受护者行使这劳动三权加以限制 可是我们从现在台湾的法律 却明显可以感受到 固然允许教师可以组织工会 可是在完整的劳动三权是不足的 那从这个问题当中我们可以曝露出一个现象 就是台湾现在对于劳动的教育显然是不及格 一个我们应该要比照这个环境教育法一样 我们应该立即尽快的来立劳动教育法 让劳动教育就跟环境教育一样取得一个法源基础 有相关的组织、有相关的经备 让所有在台湾不管是上至总统下到一般的小市民 我们都要有接受劳动教育的义务跟权利 在校园内部 我们应该要赶快来跟教育单位协调 在课线当中尤其在国民中学阶段要有尊严劳动的基本概念教育 在高级中等学校以上包括大专业校尤其大专业校应该在通试课程 我们应该让学生有选择修读劳动基本教育的权利 我觉得透过劳动教育法的立法让他普及化 让他在毕业以后进入职场 同样可以持续劳动教育 在学校的阶段列入课纲 那至于列入课纲这个部分 我知道全教总方的努力很久 那我个人也很荣幸接受全教总的推荐 有参与这个12年国教总纲的这个研修小组的委员 那在这个委员会里面我自己定位很清楚 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尊严劳动的教育 列入12年国教的课程总纲 台湾的劳动又是几年来 都可以在7年年国组织工会 但是唯有教师不行 所以台湾劳动组织工会者60多年来的经验 就没有办法全盘移植给教师手组工会 所以我觉得这是阻碍教师工会的一个发展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我会建议也要求我们的立法行政部门 应该在工会法的修订 还给教师可以在学校组织企业工会的权利 第二个我们在工会法里面限制教师 因为它不是企业工会 目前还不能有代扣会费的权利 以台湾目前工会组织跟会务价 还有工会实际运作上的实务困难 要让工会一个一个去跟会员收会费 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也是一个非常耗费人力成本的事情 那既然在其他的工会都可以由雇主代扣会费 为什么教师不行 光一个代扣会费难道会造成行政主管机关很大的阻碍吗 我们合理的怀疑就是要透过这种代扣会费的禁止 来影响一般老师缴交会费参加工会的便利性 所以我们是觉得这个部分修法应该要还给教师工会 有关代扣会费的便利性 所以费务工价在台湾工会发展六十几年来 都是企业工会在雇主一定要给的权利范围 权利用范围内他经营工会的必要条件 必要条件 以台湾工会现在企业工会的组织率 有到百分之三的状况底下 如果你还不给这些企业工会的干部 有一些费务家来处理工会的费务 那台湾的工会要发展就非常困难 所以我维持主张 应该让教师工会跟其他的工会一样 拥有处理费务工价的这个机会 跟相关的保障规定 以我个人从事老公运动二十几年 跟我们所看到的前辈的经验 台湾纵然让其他的工会可有合法的罢工权 台湾的罢工案例非常的少之又少 非常的少 以教师工会这么优质优良 长期关心教育品质 而且愿意关心社会公益事项的一个组织团体 如果有一天他们真的要罢工 那肯定是政府的决策 政府的施政 政府的作为 或者相关的劳动政策出了很大的问题 我反而觉得他们如果真的有罢工 那正式给教育体制一个改革改变 或者对社会大众提出一个很重大的警示现象 所以你限制他的争议 你限制造他 厉害 但是 Operative 好 我 现在 那么 这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